这次我又来青山绿水间的开花做客 这里啊空气都是甜的 寻味开花最要紧的还是吃 这会场上聊得口水似义 我不知道嘉宾老师们是怎么想的 我脑子里已经全是好吃的了 开花其实是一个有先天的优势吧 东方的审美的味觉跟西方的 我们说非常有魔性非常有扩张力的这么一个 美味也是被大部分年轻人所接受的一个美味 辣是天然在一起的 那鲜辣才是我们我认为的 我们开花就是说去中一个让人非常着急的点 这个我们实际上我们开花的同志很出信 怎么说呢 我们就是中国第几大菜式 实际上我们说这菜里面 开花才是这菜里面 这所谓八大菜式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分析 这菜的一个分析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哲家里面说 它是源头 那么四号一号分析 围绕它第几大菜式 这种这十个美这么站为我们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往前再走一走 这么说 朱镜老师是这次活动的主要召集人 他说神婆 你来一起组建一个开花美食智库吧 我说啊 居然不是来吃饭的吗 万水千山总是吃啊 我现在在青山绿水中的开花 我寻证山头的雾气 还有美味的厨房气味 我现在来到了后厨 今天晚上有一顿我期待已久的饭 叫做最美的一餐 原香风味 看看里面到底在做什么吃啊 今天很主要的一道菜叫白辣肉 这个白辣肉呢 产在那个东山村 你要知道它放了两年 但是没有盐的 一直挂在梁上 你不放盐挂两年 你看这个透明的肉体 要炖几个小时 现在我们试了一下 这个肉啊 基本上已经烂了 也有瘦有肥的 这个就瘦一点 都已经烂了 不放盐的情况下面 保存两年 它要在一个环境特别特殊 特别好的地方 然后它还要有一个 非常通风的环境 然后让这个肉既不坏 同时又能保持非常好的质地 所以这个呢 就是在白辣肉在开化非常普遍 但是能保存一年以上的地方很少 那么就是中山村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 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 有将近500到800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它当地的老农民跟我讲 它说在中山村也有放咸的腊肉 也有不放盐 那么区别在哪里呢 它说如果用盐的咸肉 放一年以后会薅掉 但是呢 它不放盐的肉 更香醇的肉 是不放盐的 来成化的 这是一个 他们老农讲的一个道理 然后这个肉 它其实 我们用的是那个农民教的处理方法 包括它怎么去毛 就是它有一层保护膜 有一层保护膜 要把它去掉 第二 它要几次焯水 几次焯水 这个是这边的厨师做不了的 然后再顿多少时间 它是一套就是当地的农民 他自己做的一套心得 然后我们把它引用到餐厅里面来 它前两次焯水一定要焯过 烧开倒掉 烧开倒掉 对对对 因为它跟我讲 这个肉 它清洗花了三个小时 要用开水清洗 要用刷子刷掉 那层膜 然后弄出来的肉 是跟新鲜的一样 那么关键是它没有薅味 所以它特别清香 这就是这道白腊肉 那是哪一年到开发的第一次 我应该是95年的样子 那是工作吗 那时候去景德镇 去景德镇不是工作 去景德镇持采购池器 必须那个时候路过开发 那就首先吃上了那个金鱼 这是最早的印象 我发现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 一个就是山清水秀 第二 人特别朴实 第三 东西很好吃 所以呢 因为它当时整个是 钱江江的源头 它对环境上面有很多要求 当地签发达是跟工业的不发展 有关系 但是呢 因为它那个山游 它要保 环保 结果呢 反而它对它的食材 包括它的保护 对 它的食材反而很好 然后呢 它的饮食特别有特征 白腊肉就跟你讲的钱江源是有关系的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朋友的这个丈母娘家就在中山村 他老是跟我提起那里的肉什么什么好 所以我在04年的时候我就去了 没想到这个村是不通公路的 所以我到了钱江源的地方 这个村就叫中山村 我就两个人爬上去 没有路 那个时候还没路 就是基本上是水冲出来的 但是我到了上面以后 我震惊了 那地方有着坟墓前面的墓碑 还刻着清淡的那个黏的 什么什么黏的 但是呢 最让我震惊就是这个白腊肉 那个肉我当年买了一块是放了五年了 一个腿 已经在梁上挂了五年 它说是没有放过盐的 拿下去吃 但是当年在上面的时候就觉得很敬严 又没有好味 很清香 但是又有那种成化过的味道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白腊肉 那是04年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年不是做那个杂志吗 对 做那个香咸的杂志 然后做一个开化味道 其实是我们对那么多年 对开化的美食的一个小小总结 又是个总结 就把我们认为好吃的又重新走访了一遍 以及了解它为什么好吃 对吧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晚宴 其实叫原乡 都是用开化当地的食材 第二 用当地人最擅长的做法 所以今天晚上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没有太多的串意 我们只是把好吃的聚集在一起 所以白腊肉是其中的一个好的食材 以及当地村民 我认为他们最原始的做法 但是边上那个是老鱼 老鱼今天不在 途中饭店的老鱼 它的汤瓶鸡 也是开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食物 当然我们这边还有鱼灰鱼姐 它的那个 军鱼 其实它一个是军鱼 第二个还有那个汉针鸭 汉针鸭 今天因为有了老鱼的汤瓶鸡 所以我们把它汤瓶鸡改成一个汉针鸭 所以也是当地的食材 以及当地的最好的 最恰当的一种烹饪的手法 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里面有很多传统 传承 以及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有很多匠心的这个部分 都要炖很长时间 这个东西要炖差不多三个小时 那个鸡差不多也要炖三个多小时 那边的汉针鸭差不多也是 要三个多小时 所以它这个时间的投入非常大 对 所以就像竹坚讲的一样 它叫原香 是吧 原香 那什么意思 为什么能做原香呢 你看有这么多的店的厨师 熟能到这里来 就开化非常特点 就是人人都讲吃 人人都在说什么地方的东西最好吃 同时又每一个店跟每个店 都推自己的特色 所以它有一个美食氛围 对 这个美食氛围是一般的地方没有的 对 所以我们随便一组织 对 就一个原香风味的一桌就出来了 对 所以它是有基础的 对 它并不是要 不是我们做是他们做 对 然后他们做的最好的把它集合起来 双集一下就行了 对 对 就是这样 我们去看一下鱼血 这个是清凤凰的鱼血 也是餐饮非常厉害的高手 对 你们今天跟我们也介绍一下 就这边清了那么多 这炖的东西有哪些可以马上吃的 我看一下 这都在那个锅里吧 然后再厕所 现在就那个录像 比较你好 本渐就是啥呢 volont秤 好 因为